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一开始邀请大家我的line 小老鼠GP520 对于节目要探讨的主题 议题或是任何选股的想法 或是你有想听什么内容 都欢迎line跟我讨论 那这两天呢 我们看到美国新公布的一些数据 呈现了一个对股市相当好的一个结果 比如说 美国工厂订单意外的下降 还有这个小非农的就业 就是ADP的就业人数 也创了4个月的新低 表示美国的劳动市场正在降温 当然就有机会带动降息的时间 是不是能够提早到9月份 所以现在大家对降息的预期又升高了 也因此推升了股市 像NASDAQ S&P500 甚至我们看到原本下跌的挥打股价 又再度大涨 所以也推升了相关的概念股 尤其是台积电 而且不得了了 今天一开盘 就占上了1000款的关卡 同时也推动台股再创历史新高 所以今天我们节目 当然就要好好来讨论这一块 我相信大家也感到非常的兴奋 那因为现在选股的难度也变高了 所以今天我特别邀请到我们这个 张宜成分析师 逸神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陈宜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为什么我说在这个时候 一定要找逸神老师来 因为他之前在这个外资 就花旗就是担任操盘手 而且最厉害的就是 他在经济日报跟工商时报 宣布比赛多次连霸冠军 ING 为什么讲ING 因为还在持续残怜当中 好像没有对手 那因为这个逸神老师的选股能力 非常的强 所以我说现在的盘势 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等一下我看有没有机会 也请逸神老师分享一下他的选股心法 没问题 当然我们先回到整个今天股市的一个情况来看 我想今天大家也都很兴奋 很兴奋 因为台积电应该是台湾股东人数 数一数二的其中一档股票 那台积电占上了1000块第18千金 市值飙上了26兆 那这个鸿海的部分也被带动起来 哇这个鸿海已经不是老季福利了吧 我在想 用这个诚语好像已经不适合了 因为他股价今天又大涨4% 连发科啦广达也涨 那带动大盘再创历史新高 连贵买指数也要去挑战前高 所以现在看起来盘面的多头气势是很强 而且不是垃圾盘 垃圾盘的定义是只有台积电涨 所以现阶段有点百花齐放的这种氛围 那选股上一神老师怎么看 可能先帮我们点评一下台积电跟鸿海好了 好大盘的方面 今天台积电来讲的话 我们在这个连线的期间 已经来到105块了 所以台积电真的成为这个所谓的千金股 我觉得这边反而是一个主身段的开始 因为台积电上一波 其实从这个你如果有看到上一波的股价 台积电从821块供到 821块大概就5月底 5月底 然后供到984 大概在6月中下旬的时候 台积电就带领台股 供了2200点了 所以这一波台积电再一次突破 那我觉得目前来讲不确定性一亿降低 刚刚教授有讲到这个所谓的经济数据 包含缴飞农就位数据不好 就位数据既然不好的话 就更有机会让联总会在下半年来发动降息 那降息来讲就会带动热钱 带动热钱进到台股 所以台积电为什么今天能够冲破千元 我觉得指标性的意义就在于说 下半年热钱会慢慢进来 应该还是会进来 所以你知道很多人在说 688套了两年 结果没想到984 那边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就上去了 对两个礼拜的时间 所以台积电震荡一下再往上走 其实也是我之前在这个 在这个我个人频道分享的 那我觉得台积电AD 其实早就已经换算了价格 已经到1100-1200以上了 对 所以其实台积电对于外资 对来讲的话 其实是还是相对便宜的 对啊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灰达先蹲后跳往上走 台积电当然也是什么 再创一个新高 那我觉得台积电最大利多 就在于下半年 对吧 连这个黄润迅也讲了目前的这个定价 代工价 其实相对便宜 所以连黄润迅都支持台积电 开始慢慢涨价 其实我觉得台积电未来的营收 EPS甚至毛利率 其实都可以往上走高 那外资最喜欢听到这种说法 所以在目前台积电的基本面 无余那股市震荡先下后上 这边台股台积电股价都同步刷新高 我觉得这个多头列车 基本上还是可以开到这个下半年的 那刚刚有填到 持续一直一直往这个 这个叫什么 往上走到底叫北上还是南下 北上 对不对 继续北上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对那刚才这个回来讲一讲 因为台积电的股东很多 是 红海也不少 红海也很多 对不对 需不需要再继续跟我们打气 好那今年的红海啊 从100块涨到217.5 也创下这个涨一倍的一个记录 那目前红海主要在挑战什么 在挑战他填期啊 因为他在这个目前的初选席 还是呈现贴席 还算贴席 对从216块往下来做这个 这个初选席之后 第一天的股价表现是比较不好的 那当然今天开始慢慢拉上来了 那我觉得接下来就是先看到 216块这个关卡先把它填上去 最好是收盘价在216以上 那就重新回到一个多头的一个行情 所以红海能不能再过高217.5 甚至来到220以上 我觉得就先看这个填期 填期只要填上来啊 代表什么 代表外资资金又重新回来了 代表那些气息的 对吧 又逢低了 又进场了 对 所以我认为这边红海啊 台积电啊 还有这个我们可能之后会看到 比如说可能广达也慢慢上来了 对 其他这个台股F4啊 全资股啊 慢慢上来 而且最近啊 其实你有发现吗 还有这个金融股啊 对吧 金融股最近表现也非常强 昨天真的让我吓一跳 怎么金融股可以变标股 对 所以金融股也撑上来 其实台股要怎么跌 对吧 这看起来都不像一个多头要休息的一个趋势 所以电子金融 然后呢再加上传产 传产的话我们可能下半段会提到 所谓的重电啊 重电啊 相断干练股 对吧 这三大族群 台股就有三足鼎立啊 对 下面三只脚 怎样就不会倒 所以台股目前 还是在大多头的一个趋势格局当中 这个医生老师讲的很好 三足鼎立嘛 包含了台积电鸿海在内的F4 然后再包含了金融股 对不对 再还有强势的传产股 这个 我们这个那个怎么讲 欲小不易 不过在这里 追问一下医生老师 因为 你讲台积电也好 鸿海也好 坦白讲也都大涨上来 对手中有持股的人 当然没有问题 刚才医生老师给大家一个信心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 如果我没有这两档股票 坦白说 我们很多听众朋友 你请他去追这些股票 他可能心里面也是有点犹豫 有没有可能我可以从台积电这个地方 因为既然明后年这么看去延伸呢 是 好那台积电的相当集团股 其实也算是涨势非常凝利 那我觉得 你可以去关注的 就在台积电的设备概念 设备 对尤其在这个COA相关 其实还是目前的这个主要的热区 因为他目前成长的这个力道是最迅速的 很强 对所以包含今天6187的万论 万论 再次要去挑战三字头 那他的前高是有三字头 所以以目前来讲 300多了 对300多 所以他目前是还没有创新高 但以目前的这个趋势来讲的话 表现是非常好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那同个族群的还有谁啊 还有1560的中砂 中砂就是再创一个历史新高了 所以这些拉轨的话 反而可以去留意 另外一档3131的红硕 这一档也是这个半导体设备概念股 尤其在这个无城市啊 COA相关 那你会发现说他今天的股价冲到1500 再刷一个新高 那我觉得这三档股票共同性 半导体设备概念股 所以拉回的话 我觉得可以去找机会 好所以从台积电这样延伸来看 设备的需求一定是一直持续 无法被满足 对不对 非常上旺 对所以你说万论啊红硕啊中砂 刚才这个益神老师讲到重电 我就想到那个华晨有没有 没有错 之前华晨被细称 不是细称 他们说叫华基电 他不是在开他玩笑 他是说台积电还没有上1000 他就充1000 华晨啊华基电 那现在重电又开始活泼起来 你怎么看 对刚刚那个教授点到 结果呢被台积电弯到超车 台积电先攻千元 那目前华晨呢在我们录影当下 999块 所以也是基本上要过了啦 那大家也不是因为这一两块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就看重电 那华晨既然已经创新高 准备挑战千金 各位去看一下1513的中心电 月季线刚黄金交叉 是不是也要去挑战一个前高 对我觉得很有机会 那另外一档 未接可能更落后了 1503市电 你会发现他才刚刚要黄金交叉 所以他们的目前的基本面 其实都非常稳固 那接下来就看这个带领的一个意味了 所以你位阶太高不敢追的话 重电其实这边才刚刚要 有机会起掌第二波嘛 都可以去留意一下 好 因为最近大家在讨论 那个用电被载容量的一个问题 夏天好热啊 还一直逼问说真的电够吗 所以我相信重电族群还是值得关注 那当然这个逸晨老师的选股心法 等一下我一定要好好跟他请教 等一下广告回来 我们要先跟各位讨论的是 机器人 因为世界AI大会登场 有什么值得关注的 我们广告回来讨论 欢迎再度回到台股怪谈节目现场 我是主持人 古怪教授谢承彦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张怡成分析师 逸晨老师很不容易很不简单 为什么持续在残联 经济日报跟工商时报的悬股比赛冠军 还在持续残联当中 所以我们要用ING进行式 我跟你讲 今天这个逸晨老师第一次来 所以我要把握这个机会 等一下我一定要好好跟逸晨老师 请教一下他的选股心法 为什么可以一直残联冠军 那当然因为这个 过去他也在这个外资担任这个操盘手 这些经验我们等一下一起来讨论 不过我们先回到刚才我们想要讨论的 一个主题 今天是世界AI大会 大家也在关注到底大会当中 会有什么精彩的展出 结果一口气看到50款的大模型 新品的新的产品发表之外 还有机器人 25款 那我在想说 所以这个机器人是不是真的 就是接下来我们可以关注的另外一个重点 因为今天机器人族群也是相对强势 对但在这个灰达其实在年初 这个黄仁勋举办的GTC大会上面 其实就意外的去点名这个所谓的机器人 而且他每次在这个点名机器人 这个篇幅跟这个段落 其实都放在压轴 那所以今年的机器人真的算是一个串出的黑马 因为大家AI其实普遍都知道 伺服器主要的受惠 晶片 受惠这些 但是机器人反而在今年是大放异彩的 那我觉得涨到现在7月份 其实机器人并没有停下来 所以就近来讲的话 这个台股的指标股 2359的所罗门 你会发现说 从上次他在美国 他自己的大会 然后再到台湾 每次都是所罗门 都有这个名字出现 那每次出现就带起一波涨势 所以上一次在这个黄仁勋清点之后 所罗门就涨了一大波 对吧 涨到5月份 不过经过一个半月的休息 你会发现说 所罗门也是什么 先蹲后跳 对 又再创一个新高了 所以虽然涨势来讲 还没有过去来讲这么大 但是他目前在算什么 慢慢涨慢慢涨 他为什么最近来讲的话 涨上去会有一些卖压 因为他要先消化前面的 对吧 可能获利没有出的 早期那一批 对早期那一批 或者早期你可能追比较高的 追在150-160以上的 这边可能要先卖 那卖完 这边消化卖压完毕之后 我觉得是有可能再起一波的 所以2359所罗门 有机会再起来 当然 对吧 你的风险要控制好 因为这种标股 这种波动比较大的 波动性比较大的 你就自己要设好 这个所谓的 挺立挺顺点 出厂机制 对 因为以目前他来讲的话 今年真的是涨很多 另外一档 我们来看一下 也是目前的 这个机器人相关工具机相关的 这个4562的引汉 他也算是 这个N字走高 也是这种狂飙型的 那当然目前他的位阶 并没有到所罗门这么高 对吧 还没有到百块 股价才六七十块 六七十块 所以目前来讲 引汉 也是目前这个可能 新机器人概念股上面的一个宠儿 那我觉得4562引汉 该怎么做操作呢 你会发现他的股价走了一个很明显的N字型 对吧 每一波都是N字型 那这一档来讲 我觉得连续两根或三根黑K 有这个有一定幅度的拉回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考虑过去 所以有时候好的股票拉回 反而不用担心 对 就是那个拉回 其实聪明人都知道 那个点其实是一个进场的点 对不对 没有错 形态没有被破坏 当然我们这边 这个基本面都是帮大家挑过 所以包含所罗门啊 引汉啊 基本面我们都不用再多提了 产业的方向 对方向就是已经是个确立的 所以我们就直接给大家 这个最直接的 大家要关心的操作面 所以引汉 对吧 这张图 我们当然这个直播朋友有看到 那你如果自己去看一下K线 4562引汉的话 哎股价就是等它拉回 连续两根三根 甚至四根黑K 甚至有碰到月线的时候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买点 好 那总结 刚才一神老师提到了 几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包含了台积电所带动的 像COAS设备 你可以留意一下万润 红硕 中砂 重电的部分 就用华晨来观察 华晨是指标 指标 那实际上 你可以再去看一下 市电啊 中芯电啊 对不对 那机器人确实是一个 产业的一个非主流嘛 大家特别注意的 像索罗门跟引汉 当然在这当中喔 实际上我们也一直在思考一件事 为什么有人可以一直拿冠军 你说 他过去在 这个花旗跟巴克来担任操盘手 重不重要 我想这是一个关键 我觉得蛮重要的 对 那这个外资的训练 是不是比较不一样 很扎实 当然压力也是比较大 压力肯定大 对 所以其实我来投顾界 大概两年多的时间 并不长啦 对 跟盘面上的这个 这个资设分析师 当然来比的话 两年多真的是 呃 刚算是新人 但是我觉得在 我在这个投顾界之前的历练啊 我觉得在外资 对 这个是很扎实 所以我之前在外资花旗 还有在这个香港的巴克来 对那花旗也是有送我到这个伦敦 来做这个海外 你也有去伦敦 我有去伦敦 对 那我觉得 就是说我们看过比较大的市场 我觉得这一点蛮重要的 对不对 你有看过大海 大海 你熟悉的时候 你就不会一直跟人家谈浴缸 哈哈哈 对 你再回来看到这个小食堂啊 对吧 那我觉得台股也是越来越强 但是你毕竟跟那种伦敦比 跟那种纽约比 对吧 那他们体量是很大 部位是很大的 就是人家讲说 有见过市面 对不对 你有见过大资金 然后你有见过市场的波动 有时候比较不 就像刚才逸神老师讲啊 一个股票在涨 很多人看到跌一根 他就害怕 跌两根他也害怕 对 可是逸神老师说 这个跌两三根才是买点 为什么 这个其实跟过去在外资的历练 我想应该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对 就是你的格局啊 你的心态跟着把它建立起来之后 其实你会发现说 你去面对市场啊 就比较不会这么恐慌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 冷静啊 当然因为 我也先跟大家说一下 要进外资其实不容易 第一个 呃这个 外资圈对于操盘手的要求 包含了 你的 他们特别喜欢年轻的 因为那个压力太大 有一点年纪的承受不了 要耐操 真的是耐操 而且年轻人刚入社会 比较听话 再来英文程度一定要好 对不对 再来他们 呃不光只是说你年轻 英文程度好之外 你要有很好的学历 那为什么要很好的学历 原因很简单 我没办法判断你到底行不行 至少你在学业上 能够打败其他人 是 这一点就 我真的觉得这一点是 也是很有道理 他们去判断你的竞争力如何 竞争力 因为毕竟你要 你是这样竞争出来的 对啊 你要进名校 你就是如何自律 是 读书嘛 准备这个很重要 操盘最重要就是自律 好 当然我们赶快进入 我们想问的重点 你不要再一直抽屁 你在外资 不是啊 是我提的 我觉得选股 好 那就外资的经验 复制到台股 其实还是很有帮助 对 对 基本上 我先问几个问题 好的 因为我们时间有限 可是我太多问题想问 不过 我跟你讲也没关系 到时候呢 大家 到我们的YT 你那个小老鼠 STOCKHOT 因为刚才今天 Eason老师第一个 他秀了很多图表 对不对 那这些图表 你听广播 你看不到 对 但我们也不是可以 实际上 你到YT 你就可以看到 好 这第一个 第二个大家可以留言 到YT下面留言说 诶 那个 要不要再邀请Eason老师 多来我们节目 跟大家聊一聊 好啊 对不对 因为Eason老师第一次来 其实我还没有 跟他深入讨论 能不能 未来有没有时间 因为他也很忙 能够长 长期的 来我们节目 好 那今天多留言 我觉得可能 我就再来 对 因为Eason老师太忙 那我要 我要睡之 这个叫什么 睡之以擒嘛 对不对 动之以擒 好多粉丝留言喔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来 好 我们剩一点时间 我现在就怕说 我来不及问 那没关系 我先 请这个Eason老师 讨论一下 因为你看喔 工商时报 选股比赛 三季总冠军 今年也拿下 经济时报 第一季第二季的总冠军 是 这个是一季一季 他不是 我跟你讲 如果你说比一个礼拜 这个有时候 运气运气 对 那一季当中 其实我跟Eason老师很熟 有时候看他 稍微落后 然后他在思考 怎么重新 再回到冠军 这个其实真的很不容易 就像 常年拿第一名 跟偶尔拿第一 这是不一样的 嗯 这个压力大之外 一定有他独特的 这个 选股的一个心法 哇 欸 怎么这样讲完 剩30秒 好了 我们先稍微 简单的讲一下你的心法 好 我快速讲 这个三个面向 第一个来讲 资金分配很重要 所以在选股的过程当中 不只我们选到股 我们还要分配它的这个比例 第二个来讲 你能不能追到 目前最强的 资金流比较多的族群 这个也很重要 就对于你的这个 旁边上族群的敏感性 对吧 因为你如果都一直选 这个所谓的冷门股 或者是说所谓的这个资金没有倾盖的族群 其实你比较难把计较冲出来 那第三个来讲的话 我觉得就是心态面 因为大家其实参赛者 大家都面对同样的市场 为什么在同样的大多头也好 同样的大空头也好 同样的震荡盘也好 我能够拿冠军 我觉得第三个来讲话 就是在心态上面 心态很重要 你一定要一直找机会 因为你不找机会的话 其实你就会找很多理由 然后呢 不敢进场 所以我觉得这三个面向 我们后面 再帮大家多多分享 哎呦 这个益神老师已经讲后面 所以应该再来我们节目的机会很高 那总结一下资金分配 最强的主流跟心态 那当然我不情之情 因为益神老师 他每个礼拜 选股然后参加比赛 那我就在想说 有没有可能 这当然我是说 有没有可能 能够也跟我们分享 有可以啊 有机会吗 是可以啊 好 那因为每个礼拜比赛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每个礼拜这个名单 你看我都讲的都有点结巴 没关系我直接讲好了 好 就说可以 你可以 对 不用去这个抢报纸的报纸 好 那我们是不是就用LINE 加老师的LINE 小老鼠M168168 小老鼠M168168 那我就请这个益神老师把他每个礼拜 获得冠军心法 参加比赛 得到冠军的这些股票 抢先在周末跟大家预告 这样好不好 今天这一集真的收听的粉丝们真的是赚到 记得小老鼠M168168 然后同时记得到我们的YT 小老鼠S T O C K H O T STOCK H 然后下方留言 我才有机会 再邀请益神老师来 因为今天这个新法 坦白讲我们只起了一个头 下次应该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可以跟大家分享 好 今天太棒了 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谢谢大家 拜拜 我们下期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